历史上的今天,3月29日,3月29日是中非共和国伯甘达日。 1461年3月29日,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率领的约克王朝军队在陶顿战役中战胜兰开斯特王朝军队。 1807年3月29日,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伯斯首次发现造神星,为主小行星代替机第二大的小行星。 1912年3月29日,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和其最后两名新地探险队员在从南极点返回的途中遇难。 1974年3月29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空间探测器水手10号飞进水星,拍摄并传回首批水星照片。 2010年3月29日,分离主义组织高加索酋长国在俄罗斯莫斯科地铁发动两起炸弹攻击,造成40人死亡。